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一说到2020我就想到我每次去配眼睛的时候 我说大家都配眼睛了 医生最后都要告诉我 哎 你的眼睛已经调到了 吞吞吞吞吞 吞吞吞吞 说明你的眼睛非常闪 非常的尖锐 什么仔细的东西都能看见 确实 他给我那个图了说 哎 你戴上新眼睛的那些呢 看得很好 很清楚 那我也希望在新的一年当中 我们每一位都有这样的眼光 任何的细细的地方 我们都能看到 都有新的眼光 那我们用我们的新的眼光 回来看圣经的时候 但愿你也看到细节 每个一条的地方 圣经当中很多 提到神的地方 提到神的话 统计一下 我说你统计过 我现在computer非常方便 不像以前的很老的那些牧师 我对原来神学院的牧师姓 曾林方牧师 他的记忆好 我现在再去对他一些他写的东西 他对圣经的了解 那时候没有computer 没有计算机 他也不能去查 他就对着海 那圣经那么清楚 连得那么好 就像我现在 用computer找不下去一样 那我现在去找这个神字 你找四千多次 神这个字在圣经当中有四千多次 你现在可以查 可不可以吗 你查的可能是四千零七次 那有人说 这都是说的是神吗 是我们的神吗 有没有说假神 诶 有没有说 打了假神 圣经是提到了假神 说你不要去拜假神 那个人只有十次 那确实到十次 还不影响我们的四千次 还是有四千次的神 那神光叫什么 还有一个名字 叫耶和华 耶和华有多少次 大概有六千次 如果合起来多少次 十五千万次 你知道 少万次的在圣经里面提到神 这还不包括那个 用你我他那种来提到神 比如说 神 神 神 我们提到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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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说到你 我呢 神自己给人说的说 我怎么样 我要怎么样 就说到我 还有那我们经常说的神 神怎么样 他怎么样 他怎么样 就说到他 这里更多 这个没法找 因为这个他在掺到别的里边找不到 这个圣经你看到 真是一个描述神的书 想想 圣经 写这个圣经的前后画过 1500年 用了1500年的写成 这40多个作者 有军网 在作者里边有军网 有社会最底层的人 把课件他们写了以后 放在一起 竟然一脉相承 这里边说的都是神的事情 所以这是一本描写神的书 更是一本描述神的作为的书 刚刚认识一个小兄弟 他来不了 他是个厨师 他给我打电话说 听说你们教会很好 能不能让我加入你教会 我说可以 他没车 刚才他离着也挺远 也不方便 那好 我说我先来帮你去学习 我第一次见他是在四中之前 我见他一会儿 我就告诉他 给他讲圣经 讲神 然后他就带着他觉知信 进度以后 好你要读圣经了 没想到过了三周 我再去看他第二次的时候 我们只见过两次面 他说什么 哎哟 这个圣经里边都说的是上帝啊 都说的是神啊 他说我四国耶稣都读完了 我那个创世纪 就正在读创世纪 哇这里边都不是很好 我说都是神的故事是不是 他说都是神的故事 都是一个神有关系的故事 所以这个圣经 就是述说神的行为的一本圣经 那我们大家是从圣经那边 从这行为当中 神的行为当中 得到益处了呢 得到生活的聪明的智慧了吗 好像没有 那我们通过圣经呢 对神的作为的描述 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属性 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批性格一样 神好像也有他的批性格 他行事的原则 他行事的规矩 他的标准 我们从圣经里边就可以看出来 而且通过查看神的作为 我们可以引一为戒 引一为戒 就是说我 圣经里不让做 我就不让做了 因为圣经里看到那些 唯对神的职业的人 他的结果是什么 你们看得 我也是得到这个结果以后 我看到这个以后 我曾经被神呼召 想着躲避他 不想做传道人 有八年的时间 他躲着那八年 躲着躲着还是躲不过 再看圣经里边那些神的行为 最后想不行 我说不行 我要来顺着从神的指引 从那以后 心里才有没有俗天的平安下来 因为你想去躲着神 就是躲着他的恩典 躲着他的荣耀 躲着他的福气 他自立的福气 那是不好的 所以我就去从里边学到东西 也避免犯错误 那这样呢 我们从圣经里学下以后 我们都能成为聪明人 好 在座的 谁不承认自己是聪明人 你们承认自己是聪明人吗 都不法说 千亿地养 我不是 可惜地小 我是 都认为自己聪明人 说实在 不聪明 你来标明 不聪明 你来到这儿 你试语不下去 即使在这里 我认识在好多他们 连小学都没毕业 好像他们没有文化 是吧 好像啥 我聪明 但是你去了 给他们学习 给他们交流 说 你看一下 你不是很聪明吗 我不能不赞叹 今天物质的丰富 物质丰富了以后 营养丰富了 大家可能聪明都能醒出来 不像我们小的时候 想上学 吃不好 吃了几天都磨磨仇 营养不足 想去学习 学了学了 脑袋不行了 想写做 脑袋不行了 真的 想去做数学题 脑袋不行了 只能发现 现在不一样 都是聪明 我们通过学生心 也能成为聪明 这里边就有一个 大聪明 还是小聪明 丁学呗 你们有大聪明吗 你们有小聪明吗 小聪明 可能不大好是吧 那你希望你有什么聪明呢 如果你有小聪明的话 你可能光只是看一些小事 做决定呢 你要做一些很小的 好像很有局限性的一些决定 那你有大聪明呢 你就看一些大事 你做的决定都是大的决定 我相信今天在微谷的很多公司的上层的人物 他们都有能大聪明 他们能看到更大的事情 他们更能分明什么是重要的 不重要的 他从不同高度的决定去看 分清什么是重要的问题 都不重要的问题 那这也是我们每天的选择 相信在这里 每天特别在美国 机会很多 每天你都面临很多机会 甚至每时每刻 每刻你都会面临很多很多机会 这个机会呢 一直一个一个摆在那儿 你需要去分辨 哪个是最重要的 哪个是次重要的 哪个是不大重要的 然后呢 你就可以选择 我要选择最重要的 但是我们靠人的智慧呢 经常会选错 靠人的智慧呢 选择选择选择 可能我们的知识有限 我们的眼光有限 我们都是近视眼 戴上眼睛 不是近视眼 戴眼睛 我们都是近视眼 看不明 我们呢 经常会需要一个参谋 需要智慧团 你公司里面可能有的有智慧团 总统有的智慧团 他需要更多人帮他 但是 最能帮我们 是我们的神 是我们的圣经 所以 真是提醒大家 如果你不读圣经 你说你亏了多少 就像一个 就像一个公司一样 你要是不读圣经 你得是亏了多少钱的人 我们生命 我们的生命也是一种从神来的 你不读圣经 你耽误多少生命 你让多少生命 本来就能流逝过去了 像时间一样 所以请大家 一定多去读圣经 读圣经以后 就得了一种智慧 你可以不足 站在不同的高度去看问题 在一条问题的时候 你能分析一些种次 你能做更粗意的决定 好 我们今天的经文呢 是来自出埃及 那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这个经文的背景 我们说 神把犹太人带到埃及去 在埃及让他发展壮大 去的时候70个人 出来的时候 光能打仗的男丁就有60万 这60万男丁出来 那都是各个都是穷装 那他们就来到旷野 在埃及的时候 他有神用十个灾难 让他们最后出来来到旷野 那出来之前 最后一个灾是什么呢 大家记得吗 几下场子的灾 那是那个法老应兴 应到一定程度 九次他都会反悔 但是神一直在忍耐 最后就获得挥用最厉害 那也是今天 犹太人正在每年都纪念约级 那他的长老 那些法老的儿子都死了 犹太人去 他们的儿子全都活着 他们就出了埃及 埃及人就让他们出了埃及 出了埃及到了旷野以后 神就要给以色列人颁布旅法 好 有一天 神跟摩西说你要上山 摩西西来山 那山上又有火 又有烟 哇 摩西就上去了 上去以后 下的人等着一天 见不着下来 等着两天见不着下来 等着七天还等 还见不着下来 他们就以为 摩西死在山上了 你想看见那火 我说的山 前几天我们没有山火吗 你说谁在山火里面 能待上四十天 还能活着呢 他们就说 哎呀 摩西死了 我们怎么办 我们就选了亚文出来 哎呀 来你带我们吧 你是摩西的哥哥 亚文说 好 那你们把你的耳环摘下来 手桌戒着摘下来 什么 金的都给我 我要造一个牛犊 走啊 他说 这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那个神 他把耶和华变成了一个牛犊 这是我们今天的人经常做的事情 做的啥事 神是无所不在的 他都无比根本 我们根本没想象的神 人全部经常把他画成一个像 做成一个偶像去 那这肯定不对 神不高兴 那神就告诉摩西说 快下去吧 你的人在下面犯罪呢 摩西上山死了 以色列就在山下造成了五百偶像 摩西就下山了 我从这儿也看到摩西的性格 摩西下山以后 他一看见金牛犊 他就生气 然后把他石板井给摔 你想这个 如果是你的话 你能不能做 如果你稍微节省点 你也会往后保护这个石板 然后又去吃 你又错了错了 因为这个石板是带着神的 神给他造出的石板 神用指头在石板里写的世界 你应该保护 但是呢 你看摩西从这儿也看出 他有那种很莽撞的那种 他就摔退了 摔死以后 他就带着以色列人 把那个牛犊粉碎了 冲入水 冲出了 然后神说 好 你现在这次你要造出石板来 要到山上去 我再给你写实 这次他就上去了 上去以后 神就给他说了个话 耶和华说 我要立约 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 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 在你思维的外包人 都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 看见耶和华的作为 因我向你所行的 是可畏惧的事 这个作为是可畏惧的 谁看了 谁就应该来 那这是这段经文的背景 好 我们知道 看见耶和华的作为 是多么重要 所以我专门 用了很长时间 做了这么一个话能片 让你看到这个 看见耶和华的作为 是多么重要 其实这也是今天我们的题目 那我们怎么去看见 耶和华的作为 其实我今天讲的 都是大家很熟悉 今天我们是 新年的第一次讲到 我要用大家熟悉的经文 熟悉的故事 来提醒大家 很重要的属灵道 好 我们知道 犹太人 他们在旷野待了四十年 见迦南 以后 他又要去攻一个城 叫耶利哥 攻耶利哥的故事呢 我们放到后边讲 这里我们先讲一个现象 约书亚派了两个探子 到耶利哥城里面去 那这两个探子呢 别的地方不敢去 就到了这个 继续拉赫的家 那阿赫见了他们以后 阿赫怎么说呢 我们看看他怎么说 他对他们说 我知道耶利哥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了 喂 这个探子 拉赫都知道了 他怎么知道这地都赐给他 神没给他说呀 但是他就知道了 而且 并且以你们的缘故 我们都惊慌了 都惊慌了 那个地方的人 都耶利哥的人 全都惊慌了 这地上的一群群民 在你们面前 心都消化了 什么叫心消化 什么叫心消化 就怕他不行了 连遗党的历历都没有 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 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是红海的水干 听见了吗 这个拉赫也说是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是红海的水干 不是犹太人 它是耶和华的作品 我们特别看了这个 并且你们怎样在越南河东的两个羊群里王西湖和鹅 将他们进行毁变 那他也知道 那是神的作品 不是犹太人的作品 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都消化了 因你们的缘故 并无依然有胆气 也会把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 你看这个拉赫 他就是一个这一件事情 他竟然能够思想出来 他竟然能够看到 这个神是什么样的神 但愿我们今天也能通过 圣经里这几件事情 能看到这个神的伟大 神的威力 神的能力 好 接下来看 那拉和梯的是哪件事情呢 我们就来看看 犹太人出外界的手 过洪海的时候 他梯的那件事情 经文是怎么说的 在以色列迎前行走 神的使者 特到他们后面去 云主也从他们前面 转到后面去站住 这个云主是做什么的 想想看 这个云主是做什么的 是犹太人出外界以后 神带领他们 白天 因为光很强嘛 都是烟住 是云主 晚上呢 就是火住 神守火 神就用烈火在带领他们 他们就像我们每天 能看见这个教会一样 他们就像每天都能看到神 犹太人那时候 每天都能看到神 今天我们也是 我们经常看到 街上的教会 我们来这个教会 我也看着教会 看着教会 你应该知道 神在这 你看着神 你应该知道 神看着你 在埃及营和以色列影中 间有云主 一边黑暗 一边发光 始终两下困得相近 一边黑暗 是在埃及那边 黑暗 一边光明的 发光的是在 以色列影中的 发光 神也偏向了 神有偏心 你们知道吗 神特别爱那些 他喜悦的 前面讲我一次道 谁是他喜悦的 但愿我们每个人都称为他喜悦的 他就会偏心 给你偏心 把光照了 当伺候兵 那摩西就向来伸张 耶和华被用大东方 使海水一夜退去 就分开海 这个地方就说到 是犹太人出埃及以后 埃及法老的军兵 又后边又追了来 又要想把他们抓回去 可是神呢 用鱼儿困住 养住 挡住他们 一夜挡住他们 那这个时候 他们前面是海 怎么过去呢 神又指示摩西说 你要用杖 指这个海 一直呢 会分开 真的会分开 哇 这是谁做的 神做的 拉荷就是从这里边 看到了神的被打 但愿我们每个人 也能从这里边看到 神的被打 那以色列就下海 不走干地 水在他们的左右 成了强远 就像我们这两个强远 就成了强远 埃及人追赶他们 法老一切的马匹 车辆和马兵 都跟着下到海中 尼哈瓦对摩西说 你家向海深仗 叫水仍合在埃及人定堂的车辆 马兵身上 事情就这么成了 哇 这个神 不光是失能力做起色的神 他还听摩西的命令 摩西拿着账 所以很多人看了这个圣经 有很多人都愿意说 我要当摩西 当摩西的意思是什么 又只是神做事 好像自己拿着账 就问弃神 让神做事了 弃神那是符合神旨意的事情 才行 不符合神旨意 所以我们说是没用 再说我们跟祖神不是有理 我们要祂做我们做什么事情 我们要为神去做事情 这样造成的行为 好 那么以色列走过红海呢 这个事实 走干地的事实 是一个真实的事实 那是在公元前一千四百五十年 从那个时候呢 就有这个事实 那过了四百五十年 到了写诗篇的时候 是公元前一千年的时候 诗篇的作者就在记着事情 说明这个事情呢 是真实存在的 然而他以自己的名 这他就说的是上帝之神 这一三个 他以自己的名 援助他们 为要彰显他的大名 并且赤则鸿海 他一眼干了 他带领他们经过深处 如同经过荒野 那后边又提到了吗 又过了一千年 到了新约的时代 习华来说又提到了 他们已经在犹太人 他们已经在信 信成过红海如刑干地 这对犹太人的功劳 不是 那是神的功劳 埃及人事到要过去 就会团别 他们提到的事情 一定是神的行为 那以色列人 过红海走干地的事实 真的让我们看见一些东西 我们看 第一个 我们看到神是真实的 我们在一件事 我们能看到 神是真实的 神是在行在百姓面前的 他们是在犹太人最紧 就行在他们的面前 带他们过后看 那神的这个作为呢 也是很奇妙的 你想说谁能这么做 谁能让水挡起来 今天拍那个电影 他们使用了很多 很多方法 那些两边挡上板子 然后那个水流下来 然后那镜头放得很低的时候 把那个东西露下来 然后把那人再合进去 哇 这样你真的看了个电影 看过那个电影吗 出爱情 看过吗 那真是两边的桥远 那看起来还水是很高的 实际上你去看 实际拍那个地方 水就那么深 人只能用假的东西 但是神是真的 真的让洪海分开 让那个事情 所以那个事情是特别奇妙的 他也是在遍地漫合中 没有醒过 自由的意思 当然后边还有三次 洪海分开 大家记得那三次吗 懂懂懂 考考大家 意思是犹太人进迦南的时候 是不是啊 那祭司 太太就给祭司 脚一伸到海水里面 河水里面 河又分开 那是一次水分开 他也是两次 还有谁 能记得吗 伊丽莎 伊丽莎 伊丽莎是先知 她要走的时候 她走着前 带她土地 要过于南河 就用衣服 打那个河水 水就分开了 还有一次 谁记得吗 是谁 伊丽莎 伊丽莎 她老师走了 她伊丽亚走了以后 一走了她伊丞掉下来 看来我们退期的时候 我们伊丞都没有退期 伊丞掉下来 伊丽莎 拿了衣服 又打水 她过回来 过越南河 回到那个加拿地 她一打一瓶水又开 所以在十年中 记得四次水分开 就是神让 那是在遍地漫破中 没有行过的 而且是让四位的外光人 是让我们看见的 拉河就是看见那个以后 才害怕 哇 神这是一大事 是从前住这个时刻 你想到没想的 是可畏惧的事 往那么大的事 往我们算什么 看在那里 就知道我们算什么 就很畏惧的 也是显出神的蓝 而且是让我们今天 也要看见 今天的题目 看见神做 这是今天我们的敬文 你对照一下 你就知道 我刚才说的那些 都在在经文里面 我要立于 要在百姓年前 行奇妙的事 那就是奇妙的事 遍地万货的东 所未享有的 还是从来没有过的 在你四处的外光人 都要看见 他们都看见 不管看见 是道的 也化的厉害 然后因为我向他们所行 向你所行的 都是可畏惧的 当了害怕的事 你看我们的经文 它包含得很深的意思 那有没有人注意到 这个经文在写的时候 是在出来 只是到了旷野 后 那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故事 是在这之前 还是在这之后 之前 很好 你们都记得 是在那之前 那你看 在那之前已经说了 神为什么又要说这个事情 他为什么又听了事情 那是因为犹太人 不信的事情 犹太人 你看到旷野 他们出来经过 十个灾 十灾 特别最后的月节 又经过这个 洪水分开的 洪海水分开的这个事实 可是他们仍然不信 到了旷野就抱怨 到了旷野 然后觉得 还去做造极童谷 这个人真是转动 想象我们也都是转动 你即使做了极童谷 即使我自己 有的时候 还是不都不约当 把神移包 做决定的时候 他们经常看着自己的意思 去做决定 这里要提醒我们 那这是主前 1400年的事情 5450年的事情 那50年前 说到神 这里就说了 为什么神要重复呢 关键是神要再次的 跟他们立约 我要立约 我再要提醒你们 神用约的方法 再提及游的人 你要注意 你要观看我的作品 这是提醒今天的 在这以后 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好 我们既然说到耶利哥 我们就看看 耶利哥怎么攻险 耶和华小玉 耶和书亚说 看哪 我已经把耶利哥 和耶利哥的王 并大龄的勇士 都交在你的手中 你们的一切命令 都要围绕这城 一日围绕一次 六日都要这样行 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脚 走在前面 约会前面 到第七日 你们要绕成七次 祭司也要吹酒 然后怎么样 然后他们吹的脚声和长 你们听见脚声 这种百姓要大声的呼喊 再来一切 他不一定是能说话的 每天绕一桌 谁都不能说话 他真的没有说话 所以那个时候 是犹太人最听话的听话 那是新的一代 在旷野里长出的新的一代犹太人 他们也知道 耶和书亚说不说话 真是一句话都没说 因为说了话 他就失败了 他们成功了 他们上去真的是这样 谁跟他说 事实就是这样的发生 耶利哥在哪里 我们四月份去了耶利哥 刚刚去看那个地方 去之前没有计划 所以后来 我们去 我们看一时间就去了 耶利哥是在死海 这是死海 这是加利利湖 这是约旦河 就在约旦河的下游 耶利哥在那个地方 犹太人进加拿来 就从这个地方 耶利哥在那个地方 水过去 其实耶稣也是在那儿受洗 那也是耶稣受洗的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受洗的是在 加利利湖的南边一点的地方 一般都是在那儿受洗 我也是在那儿受洗 那耶利哥就在这个地方 在死海的边上 你现在去看耶利哥的平静 这是耶利哥的一个图片 那这个图堆呢 就是古代的耶利哥 那那边呢 是 你看上边的地方就是死海 你还能看到死海 那再进一步看 用飞机看 这是耶利哥的土地的地方 那个地方大约四到五个 四到五个 四到五个 英亩 那在那里边呢 有人根据那个画了一个图 当时的耶利哥呢 是坚固的城 非常坚固 你看有这样 倒是一样 而且下边这个 下边这一块 底下那一块 基石那个地方呢 有五米多高 那当他们听神的话 祭司吹脚的时候 这个城就会回来 能有那么丑的事情吗 你现在哪一套呢 到一个坚固的城 那吹吹是事情 我们一起吹吹是事情 你知不知道 能不能把它吹它拿 不能 你看这是一个 惊 toast 那后来 人画了 那个墙呢 旧的 dor下来的 他就画得很厉息 还是比较合适的 那个下了这个城墙 那下了这一块呢 它有五米高 这须三人多高 上边呢 是城墙 那个城墙 Elmo 倒 beta 你根本没法攻 你攻不上去 他们剩下了个多数 但是呢 神要破坏这个城 谁都打得住 那城墙呢 就无法往外倒塌了 那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 你去注意 这是真的吗 真是向外倒塌吗 考古学的证明在哪里 这是他考古学的人 他考古完了以后 他画这个城墙 真实讲 这个是十五个辟 那有五米高 这个墙 上面的墙 我们现在看不到 当然其他地方 那个墙的其他地方 还能看到一些 那这里呢 这个墙 今天呢 已经挖出来 这就是原来的墙 这是实实在在的 现在应该说 三千四百年前的墙 就这个 这就是这个墙 这个墙高高的 你这看的不是很高啊 你如果站上去 跟那墙差不多 爬上去就设定了 放个人在上面 你看那墙多高 三年多高 所以要攻是很不容易 那这个墙呢 这个砖呢 都要踏下来 这个砖呢 完了以后 踏下来 都要带着 那个穿为什么要踏下来呢 这个砖可以打个气 如果你攻城的话 一般的城墙 不是望里 望里攻的 墙都望里踏 不是望外踏 那这里呢 那这说明是神性 真是 那如果考虎那个意思 完全跟我神性是符合的 你看考虎学家 挖泥古土 最顶上的一个面 最顶上的一个面 是在考虎之前 这个地方考虎之前的地面 你什么都看不到 只看了一个土堆在上面 看土堆 后来他们从这儿 挖挖挖挖下去以后 就挖挖了刚才那个基墙 五米高的基墙 然后在基墙一边 就发现了红色 看到红色的砖吗 就发现了那么一堆的砖 他们就知道 那墙真是望外踏的 他们就知道 圣经说的是完全正确 他们考虎也去找到了一些淘气 查验淘气的那些年代 查验那些有的那些前面的年代 就是公年前1400年 毫不客气 特别一些印章 小的印章 那就是那个时候 他们就知道 神经的基墙 多么的正确 所以耶利哥被毁灭的事实 也让我们看到 神的话一定会实现 也让我们看到 神在百姓面前的作为 也让我们看到 神的这个作为是奇妙 更让我们看到 在遍地观光当中 没有这样的事情 这是唯一的 也让我们看到 要是思维的外观人先看到 后来他们都看到 也是可畏惧的事情 显出神的大能 而且也是让我们今天的人 能够看到 你愿不愿意观察 这个作为 就可以了 你看看神是不是真的 这段经文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把时间关系 好 那也有其他的事情 我再举一个例子 让你看到 耶画的作为 这是西西加 西西加是以色列南国的王 那个 以色列成为 借着迦南地以后 过了三百多年 四百年 他们有事事之期 后来他们要王 他们就有了王 他们就成立一个王国 这个王国呢 有几个王 一个叫扫罗 一个叫大卫 一个叫所罗门 然后呢 我们的中国就翻成南北国 那这个西西加呢 是南国的一个王 他下这个号 他碰到事 北国人的拜五相 很快就被灭 就被亚述灭 神允许他被灭 那我们还会看这个经文 那 这个南国西西加呢 亚述的军队 又来包给耶路撒 又来消灭耶路撒 他怎么办呢 他一个上 他向神祷告 让神来做 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 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 要听西拿基里打发使者来辱骂 永生神的话 把这个话沉到耶和华面前 耶和华就要做事了 耶和华真的做事了 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 在亚述影中杀了十八万五千人 清早有人起来看 都是死事 你说这是事实吗 这是不是事实 你去研究过亚述的毁灭吗 亚述就是因着这一次 从那以后就医学不证 很快就被男人打给了 杀死 如果神不必地杀死 这十八万五千军队 他还是强暴 所以亚述从那以后 就医学不证 这就是事实 从这个事实当中 我们也看到这种事情 没关系 我们不看 这个经文也是这样 就跳过去 那新约章当中 有没有神的作为 有没有 兄姐妹 我们说这本书里面 筹磨了神的作为 我们只是拿出几天才能够来看 那新约道中 神最大的作为是什么 想想看 是什么 耶稣的复活 耶稣的复活 我当时说 领寿有传给你们的 第一 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 被死了 被丁死了 今天我们在记忆这个事情 而且被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 复活了 这是真的 多少人想推搬 耶稣复活的事实 他们全部不了 最后找到的都是 耶稣复活的事 他们自己也 过来过来的美心靠着耶稣 并且写给基督看 然后写给十二十度看 后来也是写给五百道弟兄看 其中一大半 保罗在写这个书的时候 还活着呢 他们都活着 如果不是真的 保罗不敢写 写了一会儿 别人一百分就问出来 那些人都可以作证 全日经也有睡的 说明耶稣的复活是真的 耶稣复活的事实 也让你看到这所有的事情 时间关系都多看了 也是正好应验了我们的经历 我们再看看 神在人类历史当中 圣经里没有记得的事实 是不是也有 他的作为 世界历史当中 神也有作为 我们看看一起结束 什么预言以色列 说要对他们说 主要方说如此说 我要将以色列人 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 就从四围举起他们 一到他们归回本地 这是在他们被分散以后 南国有被灭 被分散到世界各地以后 神就这么预言 我要把他们拒绝 而且还要成为一国 让他们在那里 在以色列身上 成为一个国家 要是一个正式的国家 不是国家还不算 还要成为一国 过了两千五百年 那个预言过了两千五百年后 诶 这个是成为 这个没有 这个以色列 复兴的这个事实 没有记得的圣经当中 是在我们人类历史 神仍然有作为 今天神仍然在保守着以色列 所以你别想通话 那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些 没关系 我们就都说了 就是这样 那我们也看到一点 犹太人为什么会亡国 神让他们建国 为什么他们会亡国 难道是神不保护他们吗 是 神不保护 神不保护他们 他们就必然会亡国 那为什么呢 你们看 他们在言习上 谈情 骨色 心骨吹皮 眼骨 却会顾念 耶和华的作为 也不留心 他手手的作为 这句话 是提醒当时的犹太人 也是提醒今天的话 但愿我们每个人 在人听到这个道理后 我们经常会思考 耶和华的作为 能够经常顾念 耶和华的作为 也留心 耶和华手手手作为 这样你就会 尽力的心 而且神说 我要告诉你们 我要向我的葡萄园子上行 我必撤去一把 使他被窗灭 拆毁强远 使他被践踏 使他被践踏 原来以色列灭国 是神不满的 这是真的 那以色列是他的葡萄园吗 清清楚 所以一冠于这耶和华的葡萄园 就是以色列 他所写的书 就是原配 叫尤达 那个书呢 神把他们看着眼中的 这种同仁想保护他们 可是呢 他们无情没死 这国神 撤散了 那让你们忘光 但是 因着神自己的荣耀 祂还要让国家再多的兴起 那就已经1948年 神成功地让你们兴起 所以 神这是奇妙式的神 我们刚才看到这些 也都是神按照的经文 所以那段经文里面包含了多么深刻的意思 所以看到这些经文 我们应该想到 前车之鉴 后世之世 但我们每个人 都从前面的这个经文当中 总结经验 历史上很多名人 历史上很多皇帝 都喜欢读历史 为什么 他们找那个教学 还有学东西 我知道 中国的毛泽东主席 他是喜欢读历史 很多历史 他读很多历史 我想 蒋介石 也是喜欢读历史 为什么呢 因为他做的国家祖母 他要找那个经验 找教训 他要好好地去 那我们今天 如果我们不去找 不看圣经中 年华的作为 不理会 年华所作为 那我们就太亏了 一些很明显的教训在里边 如果不学习 我们还要重造 我们再去那些 不应该是个本意 那就太亏了 所以今天 我们应该记录 我们是神的旋律 我们经常去研究圣经 学习圣经 我们要把神 放在生命的首位 我们要顺从神的引导 把圣灵住在我们 每个信他的人羡中 还一直想灵道路 这是我们两边的教权 如果我们把全力交给他 他就会移到我们 走在圣经的道路上 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走在蒙古的道路上 我们要顺从 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 大家多多地去读圣经 真的希望大家能兴起一步 读圣经的热潮 我也来读 他也来读 你读得怎么样 我做得怎么样 然后再讨论 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兴起这样一个热潮 让神的话在我们中间 适合地提醒我们 我们要依靠神的大力 我们都没有能力 我们是都没有能力 但圣有能力 我住在我们里面的有能力 你要依靠它 你就能够活出那个能力来 我们要依靠神的大力 我们要活出神的荣耀 有了什么事情 一定要归荣耀给神 不是我们做的 我们要去传扬神的美德 我希望我们今年 或者以后几年 我们要经常去做 传扬神的美德 让人们都能看到神的行为 具体的在电影下 呼吸的圣诺字 你们谁要是想要我刘斯莱的 都可以 我都可以给你 我们经常要固念一话的作为 遇上任何的事情都要留心 耶和华所做 从中找出神的旨意 不要把时间浪费的言论 工作之余 尽量的多度圣经 或者永远的弟兄姐妹 一起多多查看 神的作为 从容吸取生命的教训 在这方面 我已经看到 中部 在美国中部的很多弟兄姐妹 远远的已经超过过 我们西部的很多弟兄姐妹 觉得自己是老基督徒 或者什么 反而不如他们读经历程 反而不如他们学习的历程 就看看这次 叫做拆传大会的2800人报名 你就知道 我们是谁去报 有人去报 我们已经落后了 我们要干承 教会是神给我们的属灵的家 是我们赞美神 敬拜神 学习神旨意的地方 要把常常来教会 寻求神的旨意 这个事情 当作最最重要的事情 这才是蒙古佛的道理 不要认为 啊 我把工作时间通到工作里边 我就能多到钱 钱你足够了就完了 那些东西 你不一定能享受到 但是这个 神的 如果读了圣经 你等等 那是不一样的 你会享受一辈子 甚至你还可以传给你的孩子 教会的释奉是锻炼自己 灵命成熟的最好方式 我们可以学到通过释奉 学到 如果依靠圣灵的代理 爱主爱人 在事奉中 更深切地体会到神的心意 你能更加靠近神 靠近神 应该是每个人的想法 每个人追求的目标 我现在实际目标的 要靠近神 好 我们还要参加教会的行动 宣教的行动 然后学习宣教 宣教不光是外人的宣教 我们还有当地的宣教 我们有福音过 每天十点钟 每个星期三十点钟 都有福音过的活动 你可以带福音过来 你也可以到那去讲一个见证 去学习怎么去传福音 真正传的时候 学到最后的还是你自己 神会用的方式来装备你自己 那我们又拆传过 选招 我们今年也有很多的队友出去 希望大家有五月的报告 正确想挂了几处时间的报名 也就是你想挂了几处时间的 跟神靠近 所以要去参加德卷 还有多多参加集体的祷告 与神多多的效果 这样你的灵命才能赏进 我们周三有祷告会 晚上有祷告会 希望更多的人来到祷告会 晚上周三到现在 每日早上七点半到九点 仍然有祷告 那不是会 我就在这儿等着大家 你愿到这里祷告的话 你可以来祷告 你有什么事情 特别这里祷告 和弟兄们祷告不一样 我也需要祷告 所以我到现在一直 包括圣诞节和一月一号的 我都在这里 早上七点半都在这里 还有小组的祷告 还有弟兄姐妹之间 彼此的赖道 都是对我很重要的 我但愿借着今天的敬文 借着今天的题目 借着今天的提醒 让我们每个人 今年奋起之追 追上那些属灵 已经跑到前面 让我们的灵命 更加进步 让我们更加盲神的祝福 最后一个经文 一起来念 来 祝我们 我好爱的事 我们想都想象不到 但是我们却很少去爱神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借着这次机会 借着今年的风 你的话语 让我们激起爱主的热情 激起爱我们周围时的热情 为主去传福音 把天国扩展开来 也能得到很多的祝福 谢谢你 祷告奉主 耶稣基督的神 好 我们一起来唱三颗颂 请来一起 祷告奉主 我们低头准备结束